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今天呢 想把我日常生活的样子 展现给大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常会做运动嘛 所以呢 我今天就想 给大家看一看 我平常是怎么做运动的 然后我做的这个运动 是 维持身材 对 主要是维持身材 然后不会长胖 就是可以的 朋友们可以学一下 OK 第一次拍视频 拍这个 然后就记录一下 我平常是怎么运动 也很简单啊 就是 大家都知道复活成板 也看不见我 大家都知道复活成板 然后我们的目标 是100个 然后100个呢 不是一下子做完是分成 5组 然后20个20个 这样子做 一组20个 5组100个 对 然后呢 我要给大家示范一下 开始了 1 2 3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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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10 20个 然后休息 就是休息 好休息的时候 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 把手这样子 对折起来 然后 这样子的话 胸肌 它以后长出来 就会很漂亮 对 然后这样子休息呢 不能超过一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超过一分钟的话 你刚才做的那些就 无效了 对 刚开始会比较轻松 而越后面越累 好现在第二组 OK 第二组结束了 休息 很快的其实 然后一天 你抽一点时间 抽十分钟出来 就OK的 其实 可能维持生产 你还不会长胖 为什么呢 因为有肌肉的话 你就不容易长肥 因为 你有肌肉的话 你的肌肉都可以 把你吃掉的东西吸收掉 这个是第几组 第三组了吧 第三组结束 还有两组 很快的 其实你每天 有这么一个习惯的话 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不用 就是每天去健身房 一定要怎么 很刻苦的练啊 不需要 你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积累 然后你的肌肉的形状 就会保持住 好 第四组 第四组 现在开始有点累了 但是 一定要坚持下去 记住中间休息不能超过一分钟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了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十 十 然后 我最后十个 喜欢更累一些 就把它 刚才我是这么做的吗 然后最后十个我想这么做 这样的话 就是练胸肌 练得比较厉害 好 十个 这个会比较累 这就是我每天会做的运动 对 假如你是女生的话呢 刚开始有可能就是 会累 好 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 你不用这 就是腿全 伸直 就是 女生的话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会 轻松一些 然后 嗯 然后这个 练一阵子然后再 把腿伸直 就练 哦 好了 今天 就到这里 拜拜 我要去洗澡了 喵 vol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